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被人骑着打的时候 也许你会看过一些柔术比赛 或者是UFC的比赛 你也会看到类似的这种方法 就是说被人骑着打 那么在街头打架 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很多不懂格斗的人会认为 这种感觉好像是在搞鸡 或者是什么 其实你想多了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想什么 你知道吧 其实你想着搞鸡 就觉得搞鸡这个事挺刺激人 你脑子其实你觉得 你可能潜意识也是这种人 但实际上在真正在街上打架的时候 这种现象是经常发 经常出现的 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被打倒在地上 对方骑称到我的身上 这样去打我 这样去打我 包括就是女子防身处 也有可能会被对方骑称 打扶了你之后才强奸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那我们先讲一下 如果是柔术技术的话 这个动作是怎么处理的 就当对方骑称我的时候 我搂住她的一只手 搂住她的这个手 你这样搂的 你可以这样搂 我个人喜欢这样搂 你也可以这样搂 但这样搂我反正我觉得不太合适 搂住她一只手之后 把那个脚放在她的脚的外侧 放在她脚的外侧 这样呢 就导致了她这一侧的手和脚 都不会伸出去支撑她自己 否则她的手会伸出去支撑她自己 然后搂住之后 我需要做的是 很多人做的时候 脚伸平了是不行的 记住任何在地面 地面上格斗 如果你的脚是伸平了的话 就是死了 一定是这样的 挡住 挡住 很简单 然后我需要做的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很简单的 挺胯 挺起来 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停不起来 这主要是你的脚 你得身体太远了 贴近自己的屁股 这脚挡住 贴近自己的屁股 两个脚不要分得太开 贴近一点 然后直接挺胯 然后用这个肩着地 那个肩的离地向左方身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 你是优势的 也不谈不上优势啊 就变成了你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姿势 如果是没有练过地面技术的人 像他这种 脚都分开了 那么我完全就可以站起来 跑就可以了 他想要爬起来 就需要很长时间 我只讲女子防身术 他想要爬起来 需要很长时间 你跑就行了 但是我建议你跑之前 可以绑踢一下 还可以什么样 按在地上 看我怎么做啊 这两楼树是没有的 我按在地上在这 使劲的踩一脚 使劲的踩一下 再跑 这样的情况 他站起来之后 不知道你踩伤 还是没踩伤他 他站起来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追你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 就在柔术里 已经不再 不再有的 这么一个技术 我把这个事 为了录音啊 那么也是 这座骑的骑乘 在我的身上了 他脚这样跪着 骑乘了 那么我 他想要掐锁 我把我先都掐锁 这样很常见吧 外行人会这样 你发现这个人这么掐你 你就知道他是外行 他要掐住我 记得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这个肌肉这个位置的摁点吗 那么我要找到他这个点 找到他这个点 很多人看到你前面几期就说 你这个找不着 不好找 在深深中不好用 其实不用 你就把它都摁过来之后 你在这楼井找到 那么一个找到这个 另外一个点找在这儿 因为我们在详细讲 这两个点的位置在哪 然后你会看到 当这两个点同时发力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方向后一样 当两点同时发力的时候 这个木冲了 再加上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动作 刚才掐我脖子 这个就非常好 那我们讲一下这两个点在哪 如果你找不到两个点的话 不好用效果 第一点在这个位置 手伸直的时候 这块 当他握紧拳的时候 这边的肌肉会甭起来 这个肌肉你看 如果我掐他的话 其实手会放松一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抠住这个点之后 横抠一下 对方就会有很明显的动作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他就他在连着 他不吃这个 这个疼 但是不效果 一抠 有了 而且当对方掐你的时候 对方全要打你的时候 这个效果就会更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肌肉 捧了起来 肌肉捧了起来之后 一抠 会特别的难受 注意这一点啊 在这 自己摸一下自己手 握紧拳手之后 上面这个位置 如果你还找不到的话 回家 挑起自己手 就能找到 但是我们说另外一个点 转身 臀动 好 在这个位置 当他顶一脚 当他肌肉发力的时候 我们会在人的 这个小腿的位置 找到一个类似于 桃心 是一个窩 站在这个地方 那就把你的手 往这掐 你会发现 没什么 没什么 能够扛 这个肌肉和那个肌肉 正相反 这个肌肉是在 他放松的时候 你受不了 当他腿完全放松的时候 你去 跪去 但他腿完全放松 就稍微放松 对他屁股不太好 这样这样 切过 切过 朝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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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朝我贵 好了 各位 各位见谅 当他这样放松的时候 你再去找这个位置 你去摁的时候 对方就会有很明显的反应 那么 看一下我整体做的 是怎么做的 把那条鞋漏出来 骑车 如果我发现这个脚是 脚扣起来 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肌肉 都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当他脚放松的时候 这个肌肉才会起作用 就会起作用 那么这个手呢 是使劲的时候 就会起作用 如果放松 手放松 就不起作用 手使劲 就会起作用 那么这两个眼睛 我都已经被人掐了 我怎么知道 他脚起没起来 我怎么知道手起来没起来 我的建议就是双保险 两边都按上 看我脚 看我手 手怎么着 他脚的 顺便让我 他一理就行了 你就顺便他膝盖 把手 看膝盖 你就顺便往里找 就找到了 这位手呢 因为你能看见 所以你就搂住就行了 同时 一使劲 总有一款适合你 如果手使劲 他就会手疯 如果脚放松 他就会脚疼 而通常情况下 当一个人想要骑着掐死你的时候 想要骑着掐 特别是想要掐死你的时候 他恰恰是手使劲 脚放松的时候 所以你就可以 啊 同时使劲 但是你使劲之后 他只是疼 他很少有人真的会窜出去 所以你还要做 这个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把脚打住 这样你可以向一侧 把他翻出去 那么 当他使劲 那么当他使劲掐我的时候 我数到三 他就开始掐我 他会疯狂的掐我 不要给我 不要给我那个就是放水啊 好 开始 一二三 摁住他 然后 如果他会楼树的话 他就会 如果这样 然后你就要摁住他胸口 坐起来 然后后面其实会比较复杂 会比较复杂 为什么会比较复杂 因为地面技术会很 会很 有很多的技术对着他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很少有人会真的回来 你只要发现他腿松了 这只能感到 你只要发现他腿松了 你就站起来 别让他踹着你 别让他踹着你 站起来 踢当 过脚 好 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在 如果你真的在现实生活中 碰到一个练柔术的人 你发现过的时候 你能明显改造问题 你一定要做 千万不要低头 哪里的话 你轻松了 千万不要低头看他 不要低头看他 因为你不懂柔术 你低头看他 他就会做 就会做很多东西 不光是这个 会做很多东西 那么这时候千万不要低头看他 坐直 但是这个手 按着他 不要过他胸口中线 不要往上 会很麻烦 会比较麻烦 那么我需要做的 就是坐直 保持这个动作 那么 对不起 那么我没有楼树技术 我没法对付他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 可以 这样蹭 蹭在地上 找东西去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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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抓紧 东西去打他 我们车上不过 周杰鱼 打着打 我说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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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地面的技术 地面技术其实会很复杂 并不仅仅简单的就是翻身就起来了 但是呢 如果你懂一些基本地面技术的话 防身是绝对能够应付得了的 我们以后还会讲很多女子防身术 其实女子防身术大多都在地面上的 他们会把你拉倒 拉倒之后 不管是强奸也好 抢劫也好 都是在地面上的 我们讲一下地面上的技术怎么去做 然后你讲好这个技术 你就不再是狮子老虎之间的斗争 而是技术之间的斗争 智商的斗争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 然后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一下 古兴会舞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